大明星创业却惨遭翻车,赤资35亿元建造的山景小镇如今却变鬼城,这个离奇的事情就发生在著名演员李亚鹏的身上。 据悉,李亚鹏花了大价钱造的山景别墅成了万维建筑,其中空无一人宛如鬼城。 但后来,李亚鹏又发表了《动态记性澄清》,表示那根本不是他开发的项目,只是名字比较相近引发了误会,而自己的雪山小镇卖得还挺不错的。 但是后来又有网友扒出,无论是之前的山寨雪山小镇,还是李亚鹏自己的雪山小镇,都是一副经营惨淡的样子。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? 本期商将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李亚鹏的跨界创业路。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,2021年8月4日,西瓜视频的某知名旅游博主分享了一个动态,表示他们开车在云南丽江旅游的时候,路过了李亚鹏投资的雪山小镇。 这个小镇是李亚鹏花了35亿巨资建造的一个风景秀美,是一居住的别墅群。 但当博主驱车靠近时才发现,这里的建筑群甚至还没有开发完全,大量的施工痕迹依然存在,但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来过。 山脚下这样一个小镇孤零零地矗立着,和一座鬼城没有什么区别。 很快这个视频就火了起来,李亚鹏也迅速发表了声明,表示这并不是他所开发的雪山小镇,但随后网友们就挖出了更多细节。 那就是虽然,博主所贴出的小镇并不是李亚鹏的产业,但李亚鹏的雪山小镇同样也日子不好过。 并且,早在六年前,李亚鹏就已经将这个赤资35亿建造的小镇,以2亿的价格见卖给了阳光100集团,无论如何李亚鹏都是一个血亏的结局。 那么,李亚鹏这个大明星,跨界去做生意为何会赔得这么惨呢? 一切的开始还得从2012年讲起。 李亚鹏我们不必过多介绍,作为内地的老戏骨之一,他的作品可都堪称经典。 但一个优秀的演员却并不一定是个优秀的商人,这不,李亚鹏在商业路上的第一次尝试,就翻车了。 2012年时,李亚鹏打算在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附近盖一个豪华的中国风别墅群,打算以高端住宅的定位进行出售。 他为了这个计划,前后计划投入35亿元的巨资。 整个别墅群的建设过程历时两年,到了2014年中旬正式开盘销售。 只不过,李亚鹏的别墅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点畅销的迹象。 根据资料显示,李亚鹏的雪山小镇占地面积超过了27万平米,其内部搭配了包括餐厅、零售、酒吧、观光等多种休闲娱乐和生活服务设施,配套可谓相当极全。 再加上玉龙雪山自带的壮美风景,又有明星代言,怎么看都是一个条件相当优秀的一居小区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设计的如此精致的小区,在开盘的两年时间里总共就卖出去了30多套。 其中,还有不少是李亚鹏的演艺圈同行帮忙捧场的,足可见其销量之惨淡。 到了2016年,李亚鹏演见自己的雪山小镇计划告吹,只得将其以2亿元的价格建卖给了阳光100集团。 但李亚鹏倒也没亏利那么多钱,因为整个雪山小镇虽然他宣称要投入35亿,前前后后真正投进去的钱也就一亿出头,但无论如何,李亚鹏的雪山小镇的结局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白忙活了一场。 至于雪山小镇为何卖不出去,专家和网友都给出了很多的分析。 有人认为是雪山小镇地处太过偏僻,并且价格过贵。 也有人认为是工程建设太慢,总给人一种要跑路的感觉。 其实李亚鹏的吃饼可不止雪山小镇这一次。 不信的话,咱们可以看看他的其他投资经历。 在2016年,李亚鹏曾想借着白鹿园的热度做做生意,他在白鹿园原著中的西安市蓝田县弄个了白鹿园文化村。 起初由于白鹿园的热影,这里的确吸引了不少的游客,在高峰期曾达到过17万人次的日游览量。 但很多的游客却在去了一次后表示,再也不会再来了。 至于其原因,其实非常简单。 李亚鹏搞的白鹿园文化村,首先是没有啥风景名胜,也没什么历史人文价值,单纯就是在乡下圈了一块地盖了一个主题公园。 并且其中的游乐设施也都是烂大街的类型,却因为李亚鹏和白鹿园这两个IP导致价格比寻常的同类场所贵了不少。 消费者们不是傻子,对于这种和智商税无异的所谓景点,人们当然不会买账。 果不其然,到了2020年时,李亚鹏搞的白鹿园文化村就凉凉了,在当年的3月20日正式拆除,重新成为了一片荒地。 李亚鹏曾经开过夜店、酒吧,想靠着自己的名气带火这些产业。 但最后的结局也无一例外是全部关门。 这些在李亚鹏的投资里,好歹还只算小打小闹。 至于像丽江雪山小镇、白鹿园文化村等投资巨大,但都亏得底库不剩的,才是让李亚鹏最为难堪的经历。 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明星创业却最后亏本的例子,这些案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明星希望通过自己的名气来搞额外涨价。 但很遗憾的是,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买账。 其实放下身段,才是所谓明星创业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